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张小晴 欢迎收看今天晚上的年代晚报 我们要来看到的 报红武艺退选 蔡英文访中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红武艺退选到底是谁说的 而这整个话题呢 其实是一开始在昨天晚上 红秀柱他们的这个脸书当中 自己讲出来说 有人有这样的一个传言啊 他实在是快气死了 那今天这个案子到底怎么样 不过另一方面 我们不知道武艺的这个会有什么结果 但是我们知道在之前 像陈廷飞不是有来讲说 你这样子退选 到底有没有涉及到 抽银鸟汤 这台阶的问题 你看颜大和 今天就要来办这个部分了 不过呢 虽然是如此 我们在想到汤圆的时候 想到抽银鸟的时候 我今天更是觉得很奇特 最近就已经有听到耳语 就是有人说 哎呀 这个大陆方面啊 这个认为蔡英文啊 应该会当选啊 所以现在呢 就是透过各种管道 希望阿萨斯一下蔡英文 就说要不要到大陆去访问一下呢 那现在根据了解 蔡英文她是很难会接受的 除非你现在的情形 是不是有可能 在整个的中常会 他们的中常会订案了 可是在整个中选会决定之前 他们可能去吗 可能吗 时间非常紧绷啊 就11月底 但是有人讲说 你看看 这是一个东方不败的西新大访 大家都要去大陆走一遭 蔡英文还没有去耶 但是呢 跟习近平见面 你知道吗 宋楚瑜已经见了两次 你知道吗 朱立伦也见了 所以这次要去吗 还有我们要告诉大家 明天是中常会 对不对 现在我们就得到的独家消息说 明天啊 挺王的这个中常委 在明天会有一个大发动 要有提案 那很多人说 是不是讲说要挺王金平当总统 我们觉得那是不可能 因为现在呢 洪秀柱还是党的提名人 所以一般来讲 会不会就是所谓的不分区 希望王金平能够当不分区 所以要修党章 这个部分在今天也惹得沸沸扬扬 不过我们来讲到这里 先来看看这个腾腾 刚刚出来的一个最新状况 就是这个所谓的抽 你看这个官司怎么样 司司有两种 案子也有两种 台风也有两个 这到底怎么回事 你先看到在这里 中午立法院会权的时候 洪秀柱对于朱立伦间的道歉 他说其实道歉 不道歉不重要 遵守制度比较重要 那怎么会自爆武艺呢 他说一天到晚 有人都在说交换条件 那记者问他说 党内交换条件 有说不分区吗 他说我不接受任何交换条件 早就说了 没有交换条件 那你可以看到呢 这整个到底 特征在办的是什么 其实有两个案子 第一个是10月7号 也就是当天不是国民党中常会 说要开这个临时全代会的那一天 陈廷飞就开记者会了 他说洪秀柱在记者会上说 我不会私下接受任何的交换 也不会向任何不合理的势力低头 他认定说 那到底有没有交换呢 所以他提出这个案子 如果有的话呢 是处以三年到十年的有期徒刑 可是我们要讲的 洪秀柱讲说 我不接受任何的交换 不等于有交换呢 可是陈廷飞有权将提出来啊 那所以今年特征组真的要查了吗 另外我们再来看到 10月8号第二天的时候呢 周霓安 台联周理安也提了说 朱立伦跟李四川 多次跟国民党总统提名人 参选人 洪秀柱会面 而且风传媒也说 当中有录音带 所以他说你调查一下 到底有没有交换条件 那我们来看到 严大和就讲了说 这两个案子啊 已经都分别送往处理 可是在今天最新的状况 负责的检察官呢 是谁我们还不知道 他们说按照法院组织法 应该交由特征组来侦办 这个是陈廷飞的案子 他告发的是朱立伦一个人 那另一方面周霓安 他说录音带的部分 是属于录音告发案 比较复杂 现在还是他字案 你必须要来看看说 有没有真的有录音带 才会有真字案部分 所以年代眼报觉得 这个可能到最后会无疾而终 那另外在明天的中常会当中 是不是真的会提出 什么样的案子 跟王金平有关 是不是修党章 让王金平可以第三次的 担任不分区 担任不分区 他就可以当龙头了 那传出来要提的中常委 是张硕平 还有萧景田 可是今天我们在问他说 到底什么案什么案 他都不用说 他都不要说 还有今天还有个大事 跟这个柯文哲有关 其实我们讲到今天 大家除了政治话题之外 也要看到我们的饮水问题 还有看到我们云林县的 这么多的垃圾的问题 还有就是翁翁包 今天逻辑要来讲 水垃圾翁翁翁包 柯文哲的翁翁包 曾经被大家说 你让我升旗 我抢不到 我很火大 结果呢 他现在就说 好 你们要翁翁包 我市政府来卖 我不要让别人赚这个钱 而且他说一个150 我个人觉得一个150 算是便宜的啦 因为外面来讲的话 如果有花色 大概都是200 或有的250 但150 我就说他侧面 他侧面 很多人他们说 雅晴姐 你怎么看那么仔细 我跟你讲 我没有拿到 但是我从我的肉眼来看 他这个是两个颜色 这个黄色 黄色这里应该看起来 好像一个拉链扣环 对不对 雅晴办案 你看这有个拉链扣环 也就是说这个拉开 这是一个小的内袋 这是小袋子 这个就比我们在外面 买的那个夹链的夹口袋 还要好 所以我们讲到这里 就来给大家看一看 柯文哲跟榆林县长的两难 跟他们怎么解决 今天我们来看到 柯文哲就说 翁翁包 我一个售价150块 明天在台北市政府卖 我说我拼啊 你才卖100份 我买乎啦 他说 不要紧 我就做买乎 我先卖100个 到时候我慢慢卖 还有他说 大家抢这个毛巾 不用抢不用抢 我卖一个是120块 一共是1000份 可是大家说 这个包包150 我觉得很便宜 这个毛巾120 我觉得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但是他说 没有关系啦 你看这里哦 有小口袋 真的吗 你看 有黄的 有红的 有蓝的 而且这小口袋 你看它有没有洞洞 这洞洞是什么 它透气耶 而且它防水 我在干嘛 我在帮它卖 柯P 我给你买一个 好不好啦 我跟你讲 真的是这个 播卡事件之后 他们真的很谨慎 我记得我第一天 在播翁翁包的时候 我就跟他们说 可不可以借一下 我们不会拿 我们借一下 在电视上秀一下 然后还你 市政府说 抱歉啦 我们今天都没有人上班 都没有办法 你就知道大家都很紧张 另外我们再来看到 今天大家最关心的 就是翡翠水库的部分 他说专管建设 列为重要的政策 要有短中长期计划 当然这个钱 到底要多少钱 这个钱要20亿 他说希望中央能够付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地图 为什么这样子讲呢 我们的水 台北市民的水 都是来自于新电溪 那新电溪当中 有绝大部分 是来自于 南市溪占了75% 北市溪占了25% 所以南市溪都脏 很脏嘛 那柯文哲常就讲说 你们上面是新北市 还是谁在那边搞 弄乱 什么开发 什么东西 一堆的高级饭店 可是他可能觉得说 我骂你们半天 还不如我还是接一个管子 口水没有用 还是救老百姓比较重要 我觉得这点很重要 这样子做是非常好 那我们再来看到 今天看到个新闻说 云林啊 云林有多少垃圾 你知道他本来 有些垃圾说要送到六清去买 人家现在说不想处理 然后他们的这个垃圾 因为他们没有垃圾焚化炉 焚化厂 因为引起争议嘛 所以他们就送到嘉义跟高雄 大概是两百九十顿 到后来人家说我吃不了那么多 那我就减为一百八十顿 所以他有一百顿一个月 是堆在县内 到现在已经变多少顿 现在已经不得了 据说已经是两万多顿的垃圾要解决 就在云林耶 可是现在问题是说 你不是有一个林内焚化炉吗 他们说林内焚化炉是BOT案 现在问题就是说你花很多钱 还有一个问题 他距离这个林内净水长不到两公里 他很怕说我在这里有焚化炉 我会把我的水污染怎么办 那我就要问你说 你当时为什么一开始要把焚化炉盖在这里 所以他们就说那就是官商勾结 又扯到这里就无解了 所以我在想说今天不管怎么样 我们建议云林这边还是要想办法 不管怎么样李静永县长 你现在当然可以讲说 那以前乱搞胡搞瞎搞 可是我现在两万多顿垃圾就在境内 我要怎么办 真的会凑到不行 而且到时候可能大家会生病 那还是想个办法先解决吧 我觉得是这样子 我们来看到在今天的新闻重点 今天新闻重点还要告诉大家的包括了什么呢 你可以看到在今天传出来说 蔡英文会在选前到大陆去访问吗 还是说敢在 还没有中选会登记之前比较不会那么敏感 真的有可能吗 另一方面我们再来看到的就是 五亿退驻太伤人了 红秀柱说我就值那么点钱吗 可是我今天看的时候我就觉得 五亿蛮多的 不过我也没有要选 这不能这样子 这是一码归一码 不可以这样子 好 我们看以下的报道 好 我们现在真的要讲说 你说五亿退选实在是太夸张了 为什么太夸张呢 我们要来看到五亿等于一个地 一个地宝 那真的是很少 一个地宝 二十二万个22K 一万七千支 iPhone 6S Plus 等一下我们又讲到iPhone 6S Plus 我昨天深受伤害 因为我拿到了iPhone 6S Plus以后 我就按照那个SOP来看看 我到底是台积电的 还是三星的 结果我的心碎了 跟大陆网友一样 玻璃心碎了 等一下我们来看他怎么做 但是我们来看到 红伴自爆说五亿退选 说红秀柱说笑话 我要问的是 这个消息怎么会这样传出来 你看这个事情 可能搞不好又有人来提告说 那五亿是怎么回事 是谁说的 那红秀柱的竞选办公室 昨天晚上他说 有谣言说红秀柱拿了五亿元就会退选 这真的太过分了 不可能的是 那他传完这个文以后呢 当年晚上七点半 昨天晚上七点半 不是到基隆 徐少平的温馨家族聚会吗 在现场他又说 祝柱姐又说 我只值五亿吗 太少了 这对我的人格是抹杀 简直是笑话 然后呢 郝龙斌在现场给他低咖咪索 我们看隔十三个小时之后 今天早上的八点半 朱立伦党主席就道歉 他说身为党主席 我责无旁贷 向红副院长对于做这样子不得不的决定 表达最高的歉意 可是他说 你十月七号不就是把人家给干掉了吗 怎么现在隔了一个礼拜再来道歉 会不会慢呢 可是有人说 其实最主要道歉的原因 倒不是红秀柱PO的那个五亿 而是在昨天晚上 红秀柱呢 他吃完了这个生日宴 回到家里越想越不是滋味 十一点三十八分的时候 夜间就PO了一个文说 朱主席上个礼拜中常会公开谈话 认为我的两岸政策 组装偏离了本党政策 事实果真如此吗 我说了真话 就说我背离主流名义 真的是这样吗 就很生气嘛 而且呢 当然我们再来看到这个事件 昨天晚上 我们祝祝节好忙 先是讲一个五亿元的文 然后去吃生日宴 回来又发一个文 中间有一个人帮他助攻是谁 周玉寇 寇寇姐 因为呢 他可能拿到了红秀柱 写给党代表的信 他就把它发出来了 这封信里面讲到说 不管临时全代会决定如何 我是不变的 为我深爱的中国国民党 跟中华民国鞠躬尽瘁 那当然讲到鞠躬尽瘁的部分 刚刚我们就说五亿的这个部分 五亿的这个部分 上次胡忠信讲过一亿 他的一亿是说 如果一票是三十块的补助金 你三百万票 大概是九千万 接近一亿 所以当时说红秀柱要一亿 再加上一个立法院长的位置就退 红秀柱已经去告他了 说你不能够乱讲 我绝对没有这样一个事情 但是我们来看到 今天早上立法院 大家问到王津平这个敏感问题 他说你脖子有想看 就是没这件事 大家问柯文哲 幕僚就跟他说 不要讲不要讲 那是别人的事 就柯文哲还忍不住就说 然后这么好康的事情 幕僚就这个连上三条线 但是我们在讲到这一点 今天还有个事情 就是今天蔡英文 他的这个书 叫做鹰派在今天 等一下把相关的东西都拿给我 在这里面 就是说他今天是开始算是上市 那他在今天有这么一个记者会 他说台湾人不是最关心 国民党要换谁的事情 大家比较希望 明年换党执政才是重点 讲到这个 可是我们要说 怎么会传出来说 他要到大陆访问 到底有没有呢 11月19号 中选会公告登记的日期 那如果说登记之前 到大陆会比较不敏感 现在大陆方面 好像我们得到消息 很多人都说 我们想认识一下蔡主席 我们觉得他的学识非常好 我们觉得他学历非常高 我们想多认识他 可是现在不太可能吧 除非你是在 如果蔡英文他不在这个登记前去 剩下半个月时间去的话 当了这个所谓正式提名的总统候选人 也不是很适当 到了当选之后也不适当 那如果不去的话 一次一任不去四年 再连任的话 那就八年都不去 真的会有这样一个情形吗 那我们再来看到呢 大家又说怎么搞的 昨天马总统跟大家吃饭 还在讲一中 结果王金平就笑说 没有啦 因为台南一中 王金平是读台南一中 然后吴敦义是台中一中 马英九是台北一中 就建中 大家就这样讲 开玩笑开玩笑 不要紧张 大家听了真的是蛮紧张 因为最近啊 最近真的是谣言满天飞啊 一下子又说是 王金平要当总统 一下又说吴敦义想当总统 一下子又说 红秀柱五亿退选 我要跟你说啦 今天只有一个是比较真的啦 就是董大妈说 他要退出国民党 这个是真的啦 好 那我们先来告诉您的 就是特征组 今天下令查 这个从鸟丫腾的问题 可是案外案又扯出一个五亿 我们先看看 朱祝杰怎么说 党部跟我已经讲好了 五亿就退 五亿 我只值五亿啊 这实在是个笑话 就是对人格的一个最大的侮辱 你用膝盖想一想啊 那是 怎么可能的事情 也要像侯夫院长 这样不得不的一个决定 表达最高的歉意 检查总长颜大和密切走访特征组 看到媒体前来守候 完全没停车 立即快闪走人 总长现身特征组时间点格外敏感 因为民进党立委 陈廷飞 告发朱祿伦 违反选霸法 延大和采纲批准 交由特征组征办 13号下午 人就在特征组待了两个半小时 但总长私下强调 该怎么办就怎么办 只是针对换柱风波 背后是不是有条件交换说 立委陈廷飞 周宁安分别地状告发朱立伦 违反选霸法 陈廷飞分案给特征组 未来预料周宁安告发的部分 也会并入调查 至于武艺换柱传闻 特征组强调 一切将依法了解处理 至于下一步 有没有可能会约谈朱立伦 甚至是洪秀柱 特征组不愿对个案多加评论 但洪秀柱前党内同志 对于拿钱换柱退选的传闻 似乎毫不意外 假设真的有这回事的话 我不会觉得压抑 好 我们来看到的 就在现在呢 大家看到这样子的一个谣言满天飞 但是是谁说出武艺这个数字 所以说呢 这个洪秀柱非常的不爽 他在自己在昨天 自己的这个脸书当中 就po出来了 不过呢 现在我们来看到 现在要查的这个案子呢 一个是有关于 粗阴阳汤的问题 还没有讲到武艺 武艺还是新的发展 那会不会要调查 到时候调查 会不会又要约谈洪秀柱 可是有人讲啊 祝柱姐今天真的是 人才两师 为什么说人才两师呢 因为呢 他可能呢 他的这个竞选经费 他的所谓的政治现金拿不回来 他的七百万的这个钱 拿不回来之外 还有他要给人家报一下 真的是这样报一下吗 我们先看到 今天有一个人先跳出来 这个人是谁 这个人就是董大妈 董大妈他不满退驻 他扬言退党 而且呢 他今天有正式的说明 你可以看到 他是在接受 BBC中文网访问的时候说 本人正式宣布退出国民党 八年来 国民党执政 我花太多精神跟金钱 在台湾国民党的政客身上 一点都不值得 然后他说他已经不是 孙中山先生创立的国民党了 而变成台湾国民党了 随波逐流 没有正义感 而且现在敢讲真话的 只有红秀柱 之前发言不当事件后 我就想退党 但是国民党不让我退 他是这样子讲 我不知道是不是有人不让他退 但是我们来看一下他的职务 他现在担任英国董事 全球金融公司董事长 英国台商会会长 停权一年 毛银九世界后援会的总会长的副会长 还有世界自由民主联盟的海外委员 外衣组的职工 就算他今天是退掉了国民党 其实完全是没有影响的 但是网友就说了 这个中常会启动换柱 拖了一个礼拜 你才说退党 是不是反应很慢 有点像是朱立伦拖了一个礼拜才说 我郑重道歉 他也是拖了一个礼拜才火大说 我要退党 都让他觉得有点 有点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那但是今天就有说出来了 其实在红秀柱跟朱立伦过去来讲 感情算是蛮麻吉的 算是还算蛮不错的 那因为朱立伦他过去当过立委 那红秀柱也在立法院当中 可是为什么现在变成怪怪的 有人就说呢 就是因为这个录音带的传闻 那这个录音带到底有或没有 红秀柱根本就说没有 但问题因为 风传媒怎么会是说 红伴人士说的呢 你可以看到 红秀柱已经拒绝朱立伦 拒绝了至少五次 为什么五次呢 你这边伤识消息传出来 就说呢 李四川致电约见面 朱立伦也约他见面 拒绝了三次 三次以后呢 礼拜五朱立伦传简讯给他 他又说无怨无恨无悔 应该这时候也拒绝了吧 才会这样讲第四次 礼拜六国庆见典礼之后 就再约没有下文吗 是不是因为这样子 所以可能会有五次 然后呢 当时风传媒 是十月五号的时候爆料说 红沃有跟朱里四川聊天的录音档 这个传言 让红伴跟党中央见面 格外别扭 有人就说 红秀柱是三C白痴 真的 他连录音档在哪都不知道 所以他觉得说 你说我会录音 然后我来伤害你 那是不可能的事 可是我们要讲的是 十月五号风传媒说 红伴幕僚 有人说有这个录音档 到底是谁说的呢 那另一方面 在昨天跟郝龙斌的 这个现场当中 你刚刚看到 其实我们大家拍到 就是说 我一见你就讨厌 再见你更伤心 后面很多人都不知道怎么讲 我就说很抱歉 我会 因为我从小喜欢黄梅调 说你要带他走 我就跟你把命拼 别以为美龙真伤 好气人 然后那个女的就说 我们美龙全 我们就要开唱 这个什么 寡意没有唱过 意思就是说 大牛拿着扫把出来 跟那个郑德皇帝说 你不要抢我们的凤姐 但问题是这里面 那谁是大牛 他是皇帝吗 那谁是凤姐 对不对 总之呢 在现场 大家就说 他讲说 用命在打拼 他讲的别人是谁 是朱立伦身家好吗 还是讲蔡英文身家好呢 但不论如何 我们跟大家讲 现在在礼拜六 礼拜六 洪秀柱的退选 跟朱立伦的出来 根据了解 有两个案子 这两个案子 到底是什么呢 这两个案子 是不是代表了 什么样一个玄机呢 根据我们的了解 就是主题是凝聚共事 团结胜选 而且九十分钟 一定要结束 九十分钟就一个半小时 让洪秀柱发表 退选光荣演说 但是只有十分钟 然后朱立伦 人家说很像出师表 总之就团结团结 再团结 然后这里面呢 就党中央提案 撤销洪秀柱的提名 鼓掌通过 或者呢 党中央提案 征招朱立伦 鼓掌通过 可能临时中常会 都不用开了 就这么一个状况 那很多人说 这个票数能不能够到呢 党代表一千六百零七票 你出席率 大概九成的话 一千四百四六票 你超过半数 需要七百二十票 他们说呢 现在党务主管呢 当然的党代表 算一算大概七百多票 就算最后用投票的方式 他们认为 可能也是应该 是可以过的 好 你可以看到 我们呢 率先为大家曝光的 就是这个连署书 这个连署书当中的 这个文稿 已经出来了 还有呢 在这里还告诉大家说 我们当天不接受 其他不相干的 这个所谓提案 表示说 你不要在现场 有什么样的状况 但是我们今天就看到 大家说这几部曲 国长是叫你下台 道歉是要报报 报报是什么 报报就是要像这样子 这个是好像据说是 花莲现场傅昆琪 去跟这个洪秀柱讲的说 你要不要考虑一下 到时候来个爱的报报 洪秀柱考虑以后就说 嗯好 他说好 但我觉得他真的是人才良师 因为如果男生抱林志玲 没有问题 如果女生抱刘德华 也没有问题 当然虽然我这朱立伦也算是帅 可是在这样一个状况之下 然后你要去报他 这不是人才良师 什么是人才良师 好 我们看看洪秀柱 今天有很多人报他 先是握手 再来个拥抱 趁着立法院大院总直循 中场休息 赖世宝领着五名栏尾 给了总统参选人洪秀柱 寒冬送暖 毕竟换住行动 箭在弦上 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先放低姿态 一天之内道歉两次 我责无旁贷 是我努力不足 是我沟通不够 那我一定要向所有的党员同志表达致歉 也要向侯副院长 对于发生这样的情况 做这样不得不的一个决定 表达最高的歉意 直接打脸不给朱立伦面子 但要道歉的不止党主席 国民党秘书长李四川加码表示 不管林权会做出什么决定 洪秀柱都是赢家 因为全党欠他一个公道 到时全部党代表都会起立 向他道歉致意 好 我们来看到的 就是在今天 这个国民党的这个部分 可是我看了半天这个新闻 我有个感觉就是 我在想 今天是不是苹果 贾博斯已经是say goodbye了嘛 但是呢 另一方面你相关的人等 是不是要跟我们道歉一下呢 为什么 我们这么多的果粉 去买了你的这个苹果的iPhone 6S 或iPhone 6S Plus的手机 我今天呢 因为其实我去买是很没有道理的 因为我平常都会帮这个 我的手机加一个壳子 但是呢 因为它是玫瑰金 那我当时就觉得说 当我们如果说这么的虚荣的话 一定会有报应 我就在想我的报应是不是来了 因为我这个 我这个真的是 我真的觉得是超难用的 为什么讲超难用的呢 在有时候 它的这个反应会很快之外 很快然后跑掉之外 你看看 我这个地方啊 这个地方摄影机可以拍一下 为什么会有黑色 你知道 因为我的App到现在要update 都还没有update成功 那你也可以说啊 亚新姐你太逊了 但是我今天还是要讲 当我们在讲到 礼拜六的国民党临时全代会 会有这么一个道歉 还有当中的内幕 还有当中的算票之前 我插播一下 因为今天有我们的同事啊 就跟我说化妆间同事说 亚新姐你能不能讲一下 这个手机的问题啊 我搞不清楚 我怎么知道我这里面 我买到的是台积电 还是三星的呢 严格来说 我们就告诉大家 你怎么去看 那其实我也不是像很多人说 看到我买到三星的 我就觉得很不对 但是我总觉得我买东西 如果价钱一样 我今天买的是 Strawberry还是Blueberry 你要告诉我嘛 你只要告诉我说 你要什么口味 这里面可能不一样 当然呢 在这当中 也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 可是我的意思说 像我手机 如果出现KK的时候 我心里就会堆心哭 都是那个买到韩国的 才会这样 可是事实上是不是 我不知道 可是我心里就觉得不爽啊 你可以看到在这里 晶片风暴越演越烈 昨天上午的时候 叶宜金啊 他真的是顶领风骚 昨天讲的是大家的心声 小小一个蛋糕 都要标示二三十种成分 你国粉抢购 都动不动就上万元 你没有标示这样对吗 然后NCC就要管 他说苹果是国际公司 我能不能够资讯充分显示出来 要跟经济部研究 承诺三个月之内提出解决方案 然后消保处也讲了说 我会要求NCC来了解跟处理 如果查证发现 他的处理器的确不一样 会影响到手机跟价值的话 NCC就有责任要求业者来处理 我觉得是不一样啦 因为一个说会发烫 就是那个韩国的比较会发烫 而且他好像这个店的续航力 没有那么多嘛 好像台积电的比较久嘛 这就是有差别啦 那我们来看到 今天最新的苹果客服人说 有官网上购买手机 可以无条件在14日之内退货 但是你经销商啊 你在这些地方买的地方 你就没有办法 你要等待我通知 我今天就在想说 如果我要退货 那我要把好不容易 我已经转过来的那些照片啊 有的没的 再全部删掉再退货 哇 真的觉得说怎么会这样子呢 然后你来看到差别在哪里 新机的测试报告 没有想到会引起这么大的风波 就是呢 这个人引起的 他的名字叫什么 请问一下 这是他名字吗 请问他的名字叫皮勒吗 你本来不是跟我讲这个人 原本写错 他名字叫皮勒 因为本来我们家弟弟给我写的 叫皮诺丘什么 我说什么人叫皮诺丘 皮勒 三星代工台积电代工 你可以看到三星的话 他散热度台积电的比较好 电池续航力多两个小时 台积电比较好 那这就是里面的这个 我当时为什么要去换 这个新的手机你知道吗 我旧的手机也没有不好 中华电信服务也很好 可是我觉得我是一个媒体的人 我就算是往死里走 我也要去啊 我就是要买一个这个手机 看看他有没有问题 他会烂到什么地步 再跟大家讲 我现在就觉得说 自己有点受伤的感觉 我这样讲 其实没有针对任何人 他说他是什么 他的处理器会比较快嘛 什么几核心几核心 我们就买了 结果没想到说 还有分韩国心跟台湾心 然后你可以看到台积版的话 你测试出来呢 就是这个叫做 你要看他上面的字 S8003台积电板 那或者是S800 你这样写的 你没有把我给你的写给你 其实还有一种方法 就是你在网路上 可以下载一个东西 我不知道弟弟为什么没有写进来 但是我一定要让大家知道 他就是说你可以有一个APP 他这个APP叫什么呢 我是用这样下载的 这个叫做 这样有广告嫌疑吗 我不知道 就这个什么什么 LIRUM 然后这里面 他说不能秀手机 因为这样会怎样 但是就是说 我们这样子下载了以后呢 因为它是免费的嘛 我下载了以后呢 结果呢 我下载了以后 我发现里面就会有 这个所谓的 来这个 我这个是三星的 是这个图 好小哦 在这里面是不是 N66AP 反正这个东西真的 你看 多么的不能work 总之它有两个 一个呢 就是讲到 我们等一下跟大家补 因为我们工作的弟弟 没有把那个写进去 一个呢 他就是显示说是台积电的 一个呢 他显示的呢 就是三星的 好 另外回到这里 我们要讲到说 现在呢 党代表动员令之下 有什么样一个演变 那很多人就讲 柯文哲 他现在要卖这个 翁翁包 相关的包了 那是如何呢 不过我对于水的部分 倒是比较关心 规划 规划要四年 施工要三年 加起来七年 这实在是太长 台北市民不太可能等待 也因此我们 台北市政府 会成立专业教组 跟中央 在这个规划的行程 包括环平 鼓励取得这些 能不能中央 跟地方结合作 把这个期程缩短 回顾国庆当天 汪包跟毛巾都公布应求 但是当时是赠品 现在却拿来卖 也引发争议 其实是这样 因为那天实在是 因为没有想到那么多人来 然后就不够 我想是 我态度是这样 人民喜欢的就做给他 人民不喜欢拿掉 所以这也不是说 我们要去行销个人 或是要获利 就是满足民众的需要 我们来看到的 就是这样子的一个 在现场 翁翁包的这个部分 我想观众朋友 可能会觉得说 亚勤姐 我觉得你还是 播政治比较在行 我也这么觉得 那我们现在来看到 现在刚刚讲到了说 不管是iPhone也好 不管什么手机也好 其实我们现在都在讲 大家在抢商机 抢这个商机 台湾在IT产业当中 是非常厉害的 可是如果说现在联发科说 我想要有中资进来的话 那怎么办 比如说我们就来看到 大家说台湾也是在 弃篮投绿 大陆也在弃码投 蔡英文吗 是这样子吗 为什么 就是国民党立委的参选人 张显耀 张显耀他说 已经有中央部会 他可以说事务官表态挺绿 那弃篮投绿 私底下就会见了蔡英文 那他讲的是谁 他讲中央的事务官 中央的事务官谁 今天蔡英文不是新书发表吗 他就说 我觉得这是正式口水 这不是最重要的 所以你是没否认 还是不重要 还是怎么回事呢 然后我们再来看到 在这里面 口中的马政府的事务官 到底是谁 第一个可能是张显耀的 可能假想敌吗 那我们来看到的 他是不是讲的是王玉琪 可是王玉琪是政务官 应该不是 第二个可能是讲到的 就是苏启 苏启也曾经报过料 说他在一本书 叫两岸波淘 二十年的记史说 连战曾经在2008年 马英九总统就职前夕 一字一句 亲手抄写马的就职演说稿 各种的原因 让我不想再想下去了 那所以大家说是他吗 可是他也不是 他是政务官呢 可能第三个 就是横跨蓝绿的事务官 比如说胡维珍 胡维珍呢 1970年考上外交部 从陈水扁到现在的事务官 就是他 可是他看起来也不像啊 所以大家就讲说 毛治国在立法院 被问到这个问题 他说没有没有 没有气栏投绿这方面的消息 那可是我们现在 大家讲说 你有没有看到 这个国内的这个产业 我们就说 很多人说 我希望入资能够进来 今天有个新闻呢 就是联发科 联发科的蔡明介 很厉害 对不对 可是大家看到说 联发科说 我可不可以让中资来投资我 很多人就说怕 台湾的这个IT的资料 如果被拿走了怎么办 经济部工业局就说了 我告诉你啊 现在我们在研究 有条件开放 大陆企业来台投资 IC设计或者是跟我们业者结盟的部分 但是联发科在第一位申请中资入股呢 他说没有没有没有 经济部还没有接获任何IC设计公司的申请 可是你可以看到 大陆的清华紫光啊 他已经吃了两家 我们本土的IC设计公司 展讯还有瑞迪科 然后呢 现在呢 是不是联发科 他也要扩展在大陆的影响力吗 那根据我们的了解 虽然说经济部否认 可是联发科早就跟大陆有密切的往来了 你看这个是中国区的总经理张维力 就是联发科的董事长 蔡明介站在这里 那所以这样子一个整合之下 是不是表示他们已经要合作了呢 那我们再来看到 我们为什么觉得 觉得联发科这样做 是真的要讨论 你如果说真的有必要 你就大家开放 但是你遥想当年 遥想当年什么时候 10年前 2005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你记不记得 联电的曹新成跟宣明志 宣明志最近跟柯文哲很熟 大家对他很熟嘛 可是你知道那个时候联电的曹新成 他们就是因为在大陆 有投资大陆的合建案 所以才变成说 我叫你不要去大陆 你去大陆 我要处罚你 又安纳度案 违反了商业会计法 以及背信这些罪嫌起诉 那当时呢 宣明志就说 对于合建案 要把嘴巴的拉链拉起来 暂时不会再发表任何的意见 那最后当然他们是无罪定验了 可是我们要来讲到这个 我们就说 那未来我们台湾跟大陆怎么样呢 我们在台湾如果说 我们IC是很强的 我都不要大陆入骨 还是说他挂一个白手套 他可能是新加坡 他可能是香港 他就把你给吃掉 或是什么样一个情形 你可以看到 现在有个南向政策 蔡英文南向政策 年代晚报发现 大陆的一带一路 一带是这个地方 走过去的思路 一路是走这个海洋的这个地方 所以呢 是不是有所谓的 也是类似的路径 还是说我们呢 也不要排斥 跟大陆之间有什么样的一个合作 但是你可以看到 蔡英文或者是未来的朱立伦 他们上来选上之后 会面对的什么问题 包括了亚投行 包括了服帽 包括了货帽 包括了TPP 包括了RCEP 这个地方有一个PEP RECP 都是呢 RCEP 他都是有这些状况 到底要怎么处理 这当然是一个问题了 好 包括了蔡英文 讲到2010年的败选 他有没有落泪呢 我们来看 张显耀昨天来拜访 退休公务人员的时候 惊爆有不少 中央部会的事务官 私底下跟民进党主席 蔡英文会面 我不是全程都在里面听 有的也听到 有的没听到 现在不是 那事实上我自己看的时候 我也不太想就看他几遍 因为多看几遍 因为我要回头去面对那个很艰困的那一段时间 好 我们欢迎回到现场 刚刚我们编辑台打电话下来说 我们按照规定不能秀手机 所以我在这跟大家致歉 我们不应该秀这个手机 但是呢 我可以讲这个事情吧 因为我们还是要服务观众 来 刚刚呢 被我们给这个小弟弟给封杀的新闻 我还是要告诉大家 就是你可以下载这个APP 它是free的 所以我们现在是没有广告的嫌疑 那你下载了以后呢 按照我的做法 它就会看到你的手机当中到底是什么部分 那你可以遵命一点 你可以看这里 因为我们刚刚的手机实在没有办法work 你可以看到这里就是N66AP 对不对 那这代表什么样的一个意义呢 如果说N66AP呢 就是三星 如果N66AP 我跟你讲喔 弟弟你如果给我打错 我真的要打你屁股 基本上我觉得你写错了 我们今天这个光是这个新闻来 我现在要 我现在观众要叫我给他这个雪地址 请你更正 不对 他写错了 我们等一下再告诉大家 怎么播一个新闻播了这么坑坑巴巴 好 我们要来告诉您的就是刚刚讲到的这个部分是如何之外 那么另一方面呢 我们再看喔 这里面大家说高雄有一个卖场 他出现了这么一个状况 他出现了有人在这里面呢 然后呢 他在这当中喔 好像在那边东西不知道怎么样 一下子偷拍这个偷拍那个 然后造成了这样的一个情形 那这个人是谁 他是黑框眼镜 而且是金发 我们来看看这个状况 卖场里 这名穿着黑衣黑裤的男子蹲在挂架前 看起来就像在挑选东西 但旁边的女顾客低头看了一眼 就吓了一大跳 因为他居然看到荧幕往上拍 疑似在拍群里风光 他是蹲下来 然后看起来是假装在 部分啊 你可以看到的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形 那么另一方面呢 我们在看到除了这个状况之外呢 还要来告诉大家的 就是你可以看 大家说 这个选举的部分到底是如何 来 我们请大头给我 我现在要播的这个内容 因为我觉得他们都很怕上电视 来你拿给我 我们要看到在这里 就是大家讲到 说大爆发之后 会造成什么样的一个选情的部分 你可以看现在大家算的 这个选情的状况 如果说朱立伦上了话 朱立伦上了以后呢 新北十二个选区当中呢 那当然在这里面呢 李庆华跟黄国昌啊 他会不会有出现了这样子一个 所谓呢 就是紧张的部分 那另外可能笑脸的 包括了黄志雄跟江慧珍 不过卢嘉诚则是平盘 我们看到是新北的部分 为什么要看新北的部分呢 主要就是朱立伦说 他上来以后呢 是不是民进党就要回防到新北 还有桃园 还有我们讲到的就是呢 在新竹的这个部分 但是另一方面呢 今天大家还是要讲 文化部的这个状况 文化部啊 今天呢 他告诉大家说 哎呀到底谁有补助 他说蓝绿都有 在昨天晚上就紧急告诉大家说 蓝绿的补助都有 蓝绿补助都有呢 他告诉我们多少呢 一共是282件 这是执政党 然后在野党有132件 可是他不告诉我们是谁 不告诉我们是谁 我们要讲的 你总要学学波卡好吗 你至少还给了三次的名单 你完全不告诉我们到底是谁 而且他一开始的时候说 百分之百没有这个事情 9月30号完全否认 10月7号一周刊 有一个便利贴之后 他才改口 然后现在又说 我告诉你 蓝的也有 绿的也有 很多人觉得这根本就是在恐吓 这个恐吓是什么 就是说 哎你叫我文化部公布 对不对 那我告诉你说 我蓝的也有哦 你看看这个数字 他昨天晚上公布的数字 执政党呢 申请的立委47人 案件数353件 获得补助数282件 获准补助的比例是80% 在野党35人171件 然后获得补助的部分是132件 比例是77% 换句话讲 他说我蓝绿都有 可是我蓝绿都有 但问题是 为什么不讲名单 不过讲到这里 我们再来告诉大家 宋楚瑜今天跑去很多地方 好像都在打脸朱立伦 有人跟他下跪陈情 这里啊 人才刚到新店广心里 宋楚瑜就碰到民众下跪陈情 来来来来 我不敢他不敢他嘛 陈情民众就住在受损的平广桥旁 苏迪的台风登陆当晚 大水冲走了 致爱亲人 居士流奔下来 谁造成淹到他家 他妈妈在楼下被淹死 没有生病 他身体好的 他要活到100岁 不管满地烂泥 陈情民众三度下跪 要求宋楚瑜救救广心里的居民 而宋楚瑜也允诺 要求同党立委脱族 大家说讲到这里呢 大家看到宋楚瑜会有什么样一个情形 那宋楚瑜今天走的就是他过去的勘灾的路线 广告就回来 我们要来告诉大家的 真的有人提出来的十项救助助姐的方式 有一个是红周配 什么红周配呢 那一方面再来看到 大家讲到五亿 五亿红袖助退 但五十一亿是什么呢 五十一亿选前护盘的大揭秘 我们要来看这个内容之外呢 还有朱立伦如果上来选的话 马上有人要给他好看 这个人是段怡康 会不会掀起所谓的党产之战呢 广告就回来 我们就来看 这个五亿当中的内容 到底调查如何调查 为什么是有两个案子 一个是周霓安提出来的 一个是陈亭飞提出来的 另外今天的新闻 跟刘德华有什么关系 还有今天的新闻 跟红秀柱有什么关系 我们稍后回来 欢迎回到年代晚报的现场 那么我们刚刚在讲说 红秀柱 他这里面就是要沉思说 到底要不要见面 林全会会不会给朱立伦 来个爱的抱抱 傅昆琦去跟他瞧的 他就说好 但是我们今天看到 这个很多的事情 很多事情该一步一脚印 该怎么做就怎么做 有人讲说 这整个的闹局 会造成这样子使乱中气呢 那到底是不是跟那些 所谓的男生有关 朱立伦啊 王金平啊 吴敦毅啊 你们可能都有关系 我们说个大白话 因为当时本来是 大家都不出来了 红秀柱出来 结果呢 你使乱中气 你气了以后又来乱 如果说气了以后又来乱 实在是很夸张 我必须要这样讲 这些都是我们尊敬的前辈 可是棋子一个乱字了得啊 一下子传谁要选总统 一下子谁要不分区 一下谁要干嘛 一下谁要干嘛 如果礼拜六出来 是朱立伦 就是朱立伦啦 为什么还要有这样一个空间呢 那很多人就讲说 什么叫做红周配 红是红秀柱 周是谁 周是周美清 为什么这样子讲 原来就有人刚刚说 用仙姑的这个方法 这是苦手的啦 有一些柱柱姐的支持者 就用十个方法来说 怎么样来救柱柱姐 包括百万挺柱包围 或者是呢 马宣布戒严 或者是换党主席 或者是马总统兼任党主席 或者是动员全党服选 或者是扁回奸 还有追讨李登辉的李玉京 开除王金平的党籍 还有呢 红周配等等 可是大家觉得 这都可以感受得到 可能是一些红秀柱的支持者 最后悲痛的这么一个感受 好 那我们要来看到 尽管是这样子 有很多事情 还是要讲清楚说明白 接下来会不会有党产之战 那接下来会不会有所谓 今天已经有人讲啦 国民党是不是拿了51亿来护盘呢 这个话这样讲出来 好像是护盘是怎么样怎么样 那到底真相是什么 我们的报道 好我们来看到在这里 选举护盘的这个部分 国民党砸钱吗 国安基金进场 互到一月吗 现在到底怎么回事 那么当然呢 蔡英文也要护盘 我们可以看到的 国安基金被指出来说 护盘到一月大选 那这样的一个数字呢 今天中场是小跌了5.8点 收在8567.92点 可是呢 财政部次长吴当杰就说了 股市虽然有回稳 但是仍然有不确定因素 考量到中国经济成长趋势 而且美国升息未定 油价持续的低档 各国货币净扁的因素 冲击全球股市 可能会引发国内股市 非理性的卖压 那这里面我们就来看到 国安基金的护盘表现 进场的金额 你可以看到是51亿 2750万元 到现在没有卖出来 那进场的时间是 8月25号到9月底 到目前为止 算到9月底 因为现在已经10月了 可是算到9月底 这51亿据说 到现在还没有卖出来 它的绩效大概是2% 那我们看到股市最近是跌的 但是它本身是赚的 它没有卖出来 那我们就说 过去也有这样子吧 还是每逢选举 必有选举行情呢 你看过去2000年的时候 总统大选之后 2004年319枪击案之后 2008年的金融海啸 2010年的直选 直辖市长之后 1127 当时之后 我们看一下股市的收盘 股市当时收盘之后呢 后一个月 就是选举之后 这个一个月 看起来都是好像有的时候 还有获利 17% 9% 这个是负的 这是0.16% 但是你再看往后三个月 就是看起来跌的比较多了 再往后六个月 你可以看到跌2% 跌13% 跌22% 所以有人就讲说 我大概在选前进行这个护盘 让它拉的好看一点 后面我就要慢慢收了 所以慢慢收了 是不是就是选后就会跌 这是大家说的一个方法 但是还有一个 跟这个护盘也有关系的 就是国民党的党产 还有呢 我们看到是蔡英文的实力 蔡英文的实力 大家都说 他这个推出了长照的方法 其实我们注意到 他为民进党想到的还蛮远的 今天呢 主要讲到18号 也就是国民党的临时拳戴会的 之后一天 他们的竞选总部要成立之外呢 还要小猪回娘家 小猪回娘家 就是大家捐的钱回娘家 他要巩固的是儿童票 儿童票现在没有投票权 以后如果修到18岁以下 可以投票 那当然他们的票就会非常之多 他诉求是老中小安定的生活 那在地希望好事集 小猪铺满回娘家的活动 大手牵小手 小猪拼图点亮台湾 这一切都是看到呢 是蔡英文护盘的部分 那另外我们再来看到 朱立伦护盘的部分 朱立伦护盘的部分是什么呢 他可能就是马上上来 就会引起了党产之争的说法 2013年为止党产的统计 国民党是255亿 可是呢在这当中 大家就说怎么会这样 14年蒸发了745亿 怎么来的 到时候这个可能会引发讨论 那民进党党产是4.7亿 台联是2000多万 亲民党是负债当中 当时朱立伦说 不当的党产 一定要归还国家 党产归零是假议题 然后蔡英文说 民进党国会拼过半 否则党产永远没有办法 归还人民 所以很多人在讲党产党产的这个部分 我们知道呢 其实段仪康说 朱立伦如果上来 他已经准备好当头号的发动机 他的发动机到底是什么呢 尤其是在这里面 我们讲到了这个党产的部分 当然会引起讨论 那可能是接下来 在礼拜六之后 朱立伦就要面对的话题了 那我们讲到这一点 我们就看看 今天还有一个人 真的引起很劲爆的状况 他当时有交了一个密件给洪秀柱 但是这个密件是什么 我们不知道 但是我们知道 他今天说他退党 你们看我全身都是蓝啊 我是忠诚的国民党 我当然挺住 唯一的 他可以代表中华民国总统 一百多万人 这种势力 国民党还不会赢吗 有了这一对蓝女 我不敢说狗蓝女 但是有这一对蓝女 好我们看到呢 是这样子一个 懂大妈的这个部分 但是另外呢 我们再讲到 接下来呢 在礼拜六之后 还有很多事情要发生 先看到三个层次 第一个礼拜六当天 会发生什么事情 也就是国民党的临时拳戴会 第二个我们要看到的 就是今天新传出来的 就是特征组要来查 有关于洪秀柱退选 有没有冲鸭汤的部分 第三个我们要讲的 就是五亿元的这个案子 那我们先来看到 在这整个 红伴自曝五亿元的退选 说到底怎么回事 就是在昨天 昨天是惊魂之夜 因为在昨天 在吃晚饭 跟这个郝龙斌见面之前 洪秀柱第一个动作 他就是po了 说有谣言说 洪秀柱拿了五亿元 就会退选 他这个动作 po完之后呢 他到这个现场的时候说 我只值五亿吗 实在太少了 对我的人格是一个抹杀 结果呢 到了晚上的时候 11点38分 他又po了一个文 他就是对于朱立伦 说他的两岸的政策 是违背了主流民意 他很生气 他说我说了真话 就说我违背主流民意吗 而在这个11点的 大概两个小时之前 9点多 这个周宇寇 有帮他po了一个文 说哎呀 祝祝节给党代表的公开信 就是说有生之年 为他深爱的 中国国民党 和中华民国 鞠躬尽瘁 所以是想到这样的一个情形 那我们再来看到 在朱立伦今天就道歉了 那朱立伦道歉之外呢 我们还要看 就是在今天呢 党代表的动员令 到底是怎么样做的 你可以看到 这是最新的内容 这里面就讲到了 说有这么一个动员令的书 总之有两个重点 时间告诉你是国父纪念馆 但是提醒你说 会场里面不要进行 跟会议主题无关的活动哦 就是不能抗议 对不对 会议性质特殊 我不受理出席人一般的提案哦 如果你有意见 我当天不处理哦 我之后再处理 就是避免所谓临时突然提案 要这个要那个 那现在他们用这个复试动员 据说已经有半数要出席 才能够成嘛 他们一直打电话 1607位党代表 全部都打过一轮了 那根据这个电话的内容 就是说我们要处理的是 征召朱这个事情 如果有意见请回报 避免造成混乱 就大家先讲一下 那我们就来看到 在这里面会有什么样的情形 不管林权会上结果如何 红都是赢家 因为全党都欠他一个公道 李四川就说 到时候全体党代表会起立 向他道歉致意 那我们会讲 这是住上住下呢 但不是如何傅昆琦去见了红秀柱 昨天晚上见了以后 他说建议礼拜六 来个大方拥抱朱主席 他沉思几秒说好 那我们来看到呢 议事规则29条 大会表决要采举手或投票 由主席来认定 如果出席的人有意义 而且有超过100人复议 主席就要复表决 那现在表决 我们知道呢 1607人 如果出席率九成的话 大概是1446人在现场 那过半的话 同意的话 大概要723票 那现在有没有可能 大家说如果要民主的话 要民主 有人可能如果说 我想要投票 那如果有100人复议 我就要来用投票的方式 就不能用股掌的方式 那投票的方式 你国民党能不能过723票呢 他们现在党当部的 这个明代阁员是300人 当然党代表是210人 其余的党代表是立委的装脚 是200多人 再加起来 他们说大概有700多人 应该可以过 海外青年黄复兴三大系统 就在研究 所以我们在讲说 在礼拜六会有什么情形呢 换住的话 股掌通过或同票 两个可能性 然后再来就中场休息 第一个是提名审查小组 征召朱 好 临时中场会通过 然后呢 正式提名鼓掌 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 就是党代表自己就连署提案了 我直接说 我们大家来征召朱吧 也不用开临时中场会了 就是鼓掌一次 再休息 再鼓掌一次 就完全通过了 所以我们来看到 在今天呢 就是会不会上演所谓的 大拥抱 近视前嫌 这是大家关心的 可是大家关心我们说 还有一个抽银鸭腾的案子 一个就是陈廷飞 10月7号提出来的 一个是10月8号 周尼安提出来的 周尼安告的是朱立伦跟李四川 陈廷飞告的是朱立伦 一个人 那今天检方的说法说 已经有成案了 而且应该认为 交由特征组来侦办 所以特征组办的是 陈廷飞的案子 然后周尼安这个案子呢 录音告发案 到现在是还没有成案的 那我们就来看看 会有什么样的演变 一见就讨厌 再见更相信 我不会直立人选 我一定会提说 哪一个人胜选的人 我们都应该考量在里面 好我们来看到的 就是现场的这个部分 广告之后回来 我们进一步要来告诉大家的 就是在今天 我们看到张显耀 说有人跟蔡英文密会 而这个官员到底是谁 我们稍后回来 欢迎回到现场 我们现在来看到 这个iPhone引发的晶片门 会不会越演越烈 你看到香港有人排队 一小时在退机潮 可是你有观众朋友 你想知道 你里面的这个处理器 到底是三星的 还台机电的 有两个方法 第一个方法 你可以下载这个 叫做A9的这个软体 这个下载 就这样子 请大家看一下 CPU Identifier 这是一种APP 如果它出现了 它这个数字 S8003 这个就是表示 你是台积电的 然后如果是S800 这个就是三星的 那如果像我刚刚 我自己在家里下载的这个呢 我出来的话 我刚刚为什么觉得不对 因为我看到 我上面前面没有N啊 原来N它只是代表 你是S或者是Plus 总之后面你要看 它是66AP就是三星的 如果66MAP 多一个AM的话 就是台积电的 好了 终于讲清楚了 多谢你的收看 拜拜